因為我今年結婚28年 被問了28年了 不會啦 因為每次有時候 我跟我老公上電視 有時候主題可能會聊一些 你們當年的一些事情 但是記者就會要下標題嘛 就會常常標題 就一早突然寫說 余皓然不仁了 對 然後說什麼 王忠平下輩子再也不娶余皓然 啊啊啊啊 我連跟我老公 首先走的時候去散步 走在路上 那個路人經過就說 妳們還在一起嗎 剛剛還看你們離婚的 新聞 會 就被問到妳就會覺得 妳會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妳就會很氣 妳就會覺得說 這個離婚的話題 到底是多希望人家離 所以有一次我就效法強強 妳要一直跟她解釋 那是節目效果什麼什麼什麼 她聽不進去 所以我那一次我就完全 她就說 妳們不是前陣子新聞 都說妳們離婚了 然後我就說 對 前陣子離婚了 昨天又結了 啊 好可愛喔 然後她就閉嘴了 那妳有沒有遇過說真的是 好了 聽得很不爽 但是有沒有哪一句 真的是讓妳可以直接想說 翻桌啊 但是妳真的是太誇張 妳問了會不會太誇張 來 這邊 有10點 妳是不是退出演藝圈啊 而且我們講這我 在妳 妳在演藝圈這邊是妳最久耶 對 而且我被了問的那一年 是我節目最多的那一年 因為長輩他們其實會常說 欸 我在電視上怎麼沒有看到妳 但是問題長輩大概頂多9點就睡了 對 很多綜藝節目都是9點以後 彈花季都是10點啊 11點啊 這些節目都是那個時候是最最新盛的時候 不過週末他們也是很早就睡覺 所以他們永遠都沒看到我們在電視上的表現 對 我覺得可不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講 可能也會讓我們會覺得 嗯 會舒服一點 沒有 我覺得好像沒出拖耶 那沒搞頭 對 嗯 好 那接下來看第二點 你們該不會真的離婚了吧 那應該就離婚了 在我背這個問題 因為我今年結婚28年 被問了28年了 不會啦 因為每次有時候我跟我老公上電視 有時候主題可能會聊一些 你們當年的一些事情 但是記者就會要下標題嘛 就會常常標題就一早突然寫說 余皓然不忍了 我想說 對啦 這次好多標題 喜歡是不是誰誰誰不忍了 不忍了 我到底不忍什麼 要爆雷了 對 然後又說什麼 王中平下輩子再也不娶余皓然 下輩子 就是我們有一次上一個節目 他就說下輩子三對夫妻 下輩子如果你還想跟這個人 在一起的話 就還想要跟他變成夫妻的話 就作答 那你就覺得很奇怪啊 你就這輩子已經在一起一輩子了 為什麼下輩子不能換人 你懂嗎 是不是 是滿合理的 也是啦 誰會 那三對夫妻 另外我跟我老公就很直 我們就覺得說 這輩子就已經在一起 下輩子當然是想換人啊 我們其實是講實話嘛 對不對 然後標題又出來 我連跟我老公首先走的時候 去散步走在路上 那個路人經過就說 你們還在一起喔 剛剛還看到你們離婚的新聞 會 就被問到 你就會覺得你會 你會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你會很氣 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離婚的話題 到底是多希望人家離 所以有一次我就效法強強 就是你常常被問 你說拿到嗎 幾眼 其實要過面的 你去吃年夜飯 看到很多人在那兒啦 真的 沒有 就是 你會突破一遍 那種親戚 你要一直跟他解釋 那是節目效果什麼什麼什麼 他聽不進去 對 所以我那一次我就完全 他就說 欸你們不是 前陣子新聞都說你們離婚了 然後就說 對 前陣子離婚了 昨天又結了 啊 好可愛喔 然後他就閉嘴了 就發現 真的有些東西 你不用一直去跟人家解釋 解釋太多 其實解釋不完 對 嗯 好可愛喔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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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